保定 除了用驴肉火烧 现在用一碗鱼香肉丝刷新了我的认知 真好吃 二兆一 大片牛肉 然后加上那个饼 我跟你们说 保定我除了想吃驴肉火烧 还想吃那个长得特别怪的鱼香肉丝 我要一个鱼香肉丝 一个糖醋丸子 一个烧三样 再要一个兆饼二兆一 谢谢 一个人点三炒菜 一个找本也不多 谢谢 你看 这长得是不是跟我们常见的鱼香肉丝不太一样 真的很怪 但是闻着还挺香的 它是牛肉的 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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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 咸 微酸 好好吃啊 最为的有一丢丢辣 放了一丢丢丢辣椒 然后混了一点胡萝卜和青椒丝 虽然我不吃胡萝卜 但是混了这点胡萝卜 我也吃不出来 它是一个偏甜口的菜 其实很下饭 但是米饭还没有熟 我说上一锅买完了 然后要了一个烧三样 是肉 肚 还有牛舌 还有一个糖醋丸子 这个味儿相当臭 这做的有点菊醋啊 我断着吃的 这是三种不同的口感 牛肉是比较紧实 有嚼劲 然后堵 很顺的滑 牛舌是软嫩 完全不同的三种质感 烧在一起 然后口呢就是那种回民菜的 咸咸口 然后够点茄 烧咸 适合下饭 糖醋丸子 小小QQ的丸子 也是够了茄很粘稠 这个饼还还小 然后汁多 但是你嚼进来的时候 外面还是脆的 糖醋口醋味不是很重 甜口偏多 真的很甜 跟糖醋里面有点神似 我也很想拌饭 但是米饭它真没熟 这个多好吃 牛肉我觉得有点硬 但我还是更争议鱼香肉丝 现在吃这个就跟 吃肉面条似的 嗯 倒定 吃了一种驴肉火是吧 虽然用一碗驴香肉丝刷新了我的认知 哈哈哈哈 这个也好吃 糖醋蒜香 今天这米饭碗可能吃不上了 但我还是吃照饼吧 这次什么刀工啊 可以切成这么细吗 谢谢 哇 二照鸡 先里面 照饼 大片牛肉 然后加上那个饼 好香啊 是那种 就是料 炖肉的那个料的那个味道 这个饼 它就是 死面的饼 所以比较浸泡 然后也不会烂本 然后还可以吸收肉汤 好香的汤 这个汤就感觉是一个炖了很多肉的一个汤 呵呵呵呵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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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不错 牛肉还是不错的 嗯 这个汤 这个汤感觉可以用来做老汤牛肉面 呵呵呵 这个米饭 估计今天是吃不上了 那我要把鱼小子收盘了 它太怪了 但是很好吃 20块超辣 我都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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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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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谢谢谢谢 谢谢 哇 就差一步 就差一步 没办上 哈哈哈哈 咱们吃那个烧三样拌 给你们来一个第一视角拌饭啊 哎呀 嘴拉好花呀这个是 嗯 这个菜还是办法 你直接吃的话 还是会有一定咸度在 其实我今天点点啥菜 啥啥味儿都不一样 果然吃来吃去 烧菜馆还是善得我去 这家这还是非常满意的 我猜这儿我买了那一桌 聚餐的朋友们认识我 然后跟我说这家店是他们吃了好多年的小店 不过要做好饲养准备就是 因为就是夫妻店炒菜可能会比较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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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宝定 我们宝定的热情 谢谢 谢谢 哎 简直太不好意思了 刚才后面的那个小哥把我把账结了 啊 太不好意思了 再见 谢谢 谢谢宝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啊 啊 好